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无好感 相较而言 他更喜欢吃刚上岸的新鲜生蚝 很快 游艇到达了目的地 登岛之前 管家要核对大家的姓名 唯独马格特的名字不在名单上 因为她是泰勒的新女友 一番解释后 他们还是顺利地登上了山楂岛 这座岛由12英亩的森林和牧场组成 餐厅在海边采集新鲜的扇贝 种植新鲜的蔬菜 甚至连烤肉都只用奶牛肉 熏制152天后才能制成 随后 他们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了就餐的地方 随着最后一人进入 餐厅的大门被紧紧关闭 进入餐厅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忙碌的厨师 他们在精心制作自己的作品 但这里不允许拍照 泰勒想上前攀谈几句 却被告知马上就要上菜了 开胃菜很快就来了 虽然只是腌制的黄瓜搭配白色牛奶 但摆盘异常精致 美食家还吃出了山羊的味道 其他人却在讨论着自己的事情 对于菜的品质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马格特就是其中一个 他对这些美食并不感冒 但泰勒却侃侃而谈 他认为真正的厨师 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值得崇拜 很快 厨师们准备好了第一道菜 在上菜之前 主厨斯洛维克介绍了下自己和第一道美食 他要求在座的各位 这些美食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用来品尝的 第一道菜名叫小岛 一个盘子里放满了来自这座岛上的各种植物 上面覆盖着一块刚结冰的过滤海水 冰融化后会给菜调味 紧接着 主厨斯洛维克开始讲解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他觉得和岛上的自然生态相比 人以及房间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只有自然才是永恒的 这段话让泰勒流下了眼泪 一旁的美食家也对这道菜赞不绝口 一口下去就像是在吞噬海洋 但其他人似乎并不懂得欣赏 尤其是一旁的三位商人 都觉得这就是海塔的食物 在主厨斯洛维克的机长生中 第二道菜来了 斯洛维克介绍了面包的历史 他认为现在面包被普通人当成食物 但在座的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今晚没有面包 而第二道菜就只是面包占料 但即便如此 美食家仍旧挑剔地找出了这道菜的缺点 泰勒听后 对这位爱讲故事的厨师崇拜至极 但玛格特却认为 餐厅必须给顾客提供食物 三人组这边也是一样 他们以餐厅投资人的身份找来管家 索要一些面包 却遭到了拒绝 而泰勒见玛格特对这道菜不感兴趣 起身想把他的菜据为己有 却不小心打翻了红酒杯 主厨斯洛维克走到他们身边 询问玛格特为何不吃食物 但玛格特却说根本没有食物 而且应该由自己来决定吃什么 斯洛维克一脸不悦地转身离开 催促厨师们尽快完成第三道菜 在又一次的机长生后 斯洛维克介绍起了第三道菜记忆 他向众人引荐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讲述了自己小时候 父亲殴打自己的母亲 他用厨房的剪刀插入了父亲的大腿 就像这道菜一样 插着剪刀的墨西哥鸡腿肉 搭配上特制的墨西哥玉米饼 这道菜是他的成名作 但今晚做了升级 在玉米饼上用激光刻字机打印了图案 众人马上打开玉米饼查看 美食家的图案是被他点评到倒闭的店铺 而泰勒的则是刚刚偷拍菜品时的照片 三人组则是偷税漏税的证据 但他们似乎也并不在意 玛格特认为餐厅这种行为侵犯了个人隐私 呼叫一旁的服务生想要退出 但泰勒却冲着他大呼小叫 阻止了他 玛格特生气地来到卫生间 刚想点上一根烟 主厨斯洛维克却推门跟了进来 他不停地质问玛格特到底是谁 来自什么地方 并称玛格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随后两人都回到了餐厅 而厨师们正在准备第四道菜 他们将一块白布扑到地上 还在上面摆放着装饰 在斯洛维克的又一次机长后 他开始介绍起第四道菜 这次他先引荐了自己的副主厨杰瑞 杰瑞毕业于美国厨师学院 为了做出最好的食物放弃了一切 但美食家和顾客却对他 偶心力学的美食吃之以鼻 而这第四道菜名叫困境 将由他亲自呈现 杰瑞掏枪插进了自己的嘴巴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下隐单自尽 但一旁的斯洛维克却称 这只是表演 众人听到后这才回到座位上 接着第四道菜被端上桌 牛肉之骨髓 马格特已经被吓到 不敢直视桌上的菜 但泰勒却吃得津津有味 另一旁的富豪布兰特先生 则被刚才的一幕吓傻了 起身想离开这里 却被经理告知现在没有传 也没有任何信号 接着一群人拦下了 想要冲出去的布兰特 并切下了他的手指 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但泰勒仍在淡定地享受着美食 这时管家走到马格特身边 说主厨斯洛维克想和他谈谈 斯洛维克再次询问他的名字 并说他不应该来到这里 今晚所有来宾都是菜单的一部分 但是不包括马格特 今晚菜单里的所有人都得死 他给了马格特15分钟的时间 选择到底是和顾客 还是和厨师死在一起 而另一边 其他客人也崩溃了 男人想用凳子砸碎玻璃逃走 奈何玻璃采用了防弹标准 不仅丝毫无损 还隔绝了餐厅与外界的声音 而店里的员工 依旧淡定地给大家端上第五道菜 野生佛手干与红三叶茶 主厨斯洛维克开始了介绍 茶不仅可以洗去残味 还可以慰解人心 暴躁的三人组询问他到底要干嘛 主厨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 品味过程的原料 斯洛维克询问光顾过餐厅 11次的富豪布兰特 希望他说出印象最为深刻的菜名 只知道享受服务的富豪 却答不上来 主厨斯洛维克开始迁怒于浪费美食的每一人 天使投资人道格曾经想把餐厅商业货 把他的团队赶出山楂岛 这间餐厅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 他不允许任何不懂美食的人玷污 说完便把天使投资人道格升到高空 表演了一场真人版堕落的天使 接着15分钟时间到了 主厨把马格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询问他的选择 主厨看出了马格特和富豪布兰特的关系 原来马格特曾经为富豪提供过服务 而从某些方面来看 主厨和他一样都是服务行业 但却很久没有主动为别人做过饭了 两人走出办公室 看着神情紧张的食客 斯洛维克宣布了精心准备的下一道菜 在开始之前 所有的男性食客有45秒的逃跑时间 时间一到 他的手下就开始抓捕 话音未落 五名食客已经开始逃跑了 他们来到海边搜寻交通工具 发现这里已经被全部封锁 没有任何意外 五名男性食客再次被抓了回来 面对这种情况 泰勒表现得异常淡定 竟然旁若无人地品尝其美食 主厨询问泰勒来这里的目的 泰勒说只是为了品尝主厨打造的美食 因为他在邀请函中发现 这将是史上最棒的菜单 斯洛维克毫不留情戳破了泰勒的谎言 他的餐厅从不提供单人座位 还在邀请函中注明了 来这里的人都会死 泰勒因为和女友分手 才雇佣玛格特一同上岛 得知真相的玛格特对泰勒大打出手 好在斯洛维克及时出手制止了他 得知泰勒一直有个厨师梦想 斯洛维克让管家给泰勒穿上厨师专用服装 让他展示一下厨艺 泰勒他所谓的烹饪艺术 简直就是爆铁天物 也正是因为有他这种人存在 才让斯洛维克的美食艺术不再神秘 倍感羞辱的泰勒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小插曲并没有打乱斯洛维克的计划 如今菜单上只剩下一道美食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提前准备甜点 斯洛维克让玛格特前往熏制室 寻找装甜点的木桶 为了破解困境找到活下去的希望 玛格特只能拿着钥匙乖乖照做 他在熏制室寻找木桶时 意外发现了斯洛维克的住所 玛格特想寻找电话向外界求助 却被尾随而来的管家拦了下来 他说斯洛维克的住所 是岛上最神秘的地方 没有人可以私下偷窥 话音刚落 管家便拿起匕首发起了攻击 惊慌失措的玛格特随手拿起豆浆机反击 却意外将战斗力爆表的管家杀死 解决完战斗的玛格特来到密室 在这里 他看到一张主厨充满笑容的照片 那时的他还在做廉价的汉堡 随后他找到一个电台 向外界发送了求救信号 此时斯洛维克正在为时刻庆祝生日 玛格特随后也把木桶带了回来 但没过多久 伴随着一阵响亮的汽笛声 负责巡逻的警察包围了整座小岛 斯洛维克急忙命令手下 帮时刻处理伤口 并警告他们不要向警察求助 因为不了解详情的警察根本帮不了他们 话音刚落 警察就闯进了餐厅 他接到警报说这里发生了骚乱 斯洛维克连忙否认 说他们正在举行一场美食品鉴会 根本就没有人发送求救信号 警察认出了电影明星的身份 非常热情地要了张签名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突然发现电影明星在签名上留下的求救信号 立刻让所有人双手抱头 放下武器 看到终于有人主持正义 时刻们纷纷斥责斯洛维克的步法行为 警察让斯洛维克跪在地上 不准乱动 就在所有时刻以为得救时 没想到警察竟然用手枪点燃了蜡烛 原来他也是斯洛维克团队的一份子 目的就是为了测试 马格特有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任 彻底失去生存希望的马格特 决定输死一搏 他学着斯洛维克的样子 向厨师发布指令 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今晚的食物 要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从未受到如此待遇的斯洛维克 询问马格特 为什么自己做的美食不符合马格特的口味 马格特表示 他剥夺了自己吃饭的乐趣 今天晚上的每一道菜都是智力练习 当自己在吃食物时 完全感受不到满足感 斯洛维克认为 马格特的话非常荒谬 他们的团队一直在用爱烹饪美食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爱是美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马格特却反驳说 那只是自欺欺人的一想 残酷的真相是你痴迷于烹饪 而不是爱 这些菜里根本就感受不到爱 甚至热菜都是凉的 厨师存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 就是为食客提供美食 而斯洛维克就是个失败者 因为自己现在感觉非常饿 马格特的否定 让斯洛维克非常难过 为了让他填饱肚子 斯洛维克让他点一道菜品 马格特点了一个 价值9美元的芝士汉堡 也就是斯洛维克照片上 制作过的食物 听闻此话 斯洛维克非常用心地制作起来 闻着芝士汉堡上散发的香气 马格特大口品尝起来 随后 他要求将剩下的汉堡打包 斯洛维克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客人 看着餐桌上卷曲在一起的钞票 他终于找回了美食被尊重的滋味 为了回报马格特带给他的特殊经历 斯洛维克破天荒地放他 离开了私人岛屿 斯洛维克受够了富豪们的嘴脸 将他们当成了美食艺术的食材 让助手将棉花糖打造的围巾 放在富豪博梗处 然后拿起火焰丢在影线连接处 伴随着不断燃烧的大火 所有人都淹没在熊熊大火里 而马格特则乘坐快艇 逃出了荒唐的晚宴 至此本片完 主厨曾说过 今晚所有的来宾都是菜单的一部分 十二位食客代表着特有的人群 商人将美食商业化 富豪只为购买名气 而无视美食的品味 而泰勒则代表着盲目的粉丝群体 既然所有的来宾都是菜单 那这个菜单是提供给谁的呢 给马格特吗 还是主厨自己呢 但本片的所有的讽刺和批判 却过于表面了 有些地方用力过猛 有些内容却又是蜻蜓点水 显得故弄玄虚 十分的浮夸 主厨选择了商业化 却又痛恨商业化带来的恶果 自己选择了随波逐流 不再顾及时刻的感受 而是在造型和讲故事上花费心思 最终又把这些 全都归咎于外部原因 缺少自我反省 作为一个写手 我深有感触 曾经和七点签约 几乎丧失了一切的话语权 即使小说被七点封禁后 也很难到其他平台继续发表 我讨厌那些胡乱穿越 升级打怪的网络小说 唯一能做的 就是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即使阅读量很低 也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 而不能把一切归咎在读者身上 毕竟现在叫好叫做的网络小说 还是很多的 更多的原因 还是自己的水平不达标 需要不断地提升写作水平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请您订阅一下 不胜感谢